你好,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计算机网络之网禁启用 我们继续来学习网络应用层 今天我们来学习email这样一个应用 email应用是互联网、internet很早就出现的一个应用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计算机世界网络世界里面一个网络应用的长期数 因为什么呢 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离不开email 相信你也一定大量的使用email在你的工作和学习当中进行沟通 那我们说email作为一个应用 它有哪些特点呢 它是使用了什么样的应用层协议呢 它和我们前面学过的那个web应用 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呢 这也许是我们这两讲所要回答的问题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email应用的构成 我们说email应用啊 有这样几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邮件客户端 第二部分呢 我们说是邮件服务器 第三部分我们说是这个SMTP协议 这是email应用的主要协议 邮件客户端做什么 它有哪些功能呢 我们说主要是负责读写email消息 然后邮件客户端呢 它能够与服务器进行交互 负责收发email 这个呢典型的邮件客户端软件 比如说outlook 比如foxmail啊 等等等等 这是一类 另外呢 我们说浏览器 当我们使用webemail的时候啊 浏览器本身呢 也是一种邮件客户端啊 所以邮件客户端的话 我们说是在email应用的这个啊 外围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邮件服务器是出 是处在一个什么样位置 我们说邮件服务器啊 是email应用的核心啊 是email应用的核心啊 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要使用email啊 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要像一个email供应商啊 email服务提供商 比如说163啊 比如说我们学校啊 我们韩空那 那他们都会架设email服务 架设email服务器 然后的话呢 我们会向他们申请啊 先向他们申请一个账号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email服务器上就有了一个账号 那email服务器 它起哪些作用呢啊 事实上的话 我们说它的主要作用是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 它为每一个用户分配一个邮箱啊 这样的话呢 当我们不在线的时候啊 当我们的计算机关闭了啊 我们不在计算机前面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说任何人仍然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那别人给我们发的邮件啊 存储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说就是存储到邮件服务器 我们自己的邮箱里面去 邮件服务器的话呢 还会创建一个消息队列啊 这里面存放着我们要发出去的消息 然后邮件服务器会代替我们啊 代替我们代替我们的PCD 代替我们的邮件客户端 确保将我们的邮件送到指定的地方 那我们再来看SMTP协议 SMTP协议也叫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它是邮件服务器之间啊 传输消息所使用的协议 那在传输过程当中 我们说客户端是指啊 发送消息的服务器啊 服务器则是指接收消息的啊 邮件服务器啊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啊 我们这个图里边有三个邮件服务器啊 他们之间呢是通过SMTP协议来交互的 那讲到这儿的话 我希望大家思考一下 为什么我们需要邮件服务器 又或者说以没有应用 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架构啊 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的PC机啊 打开了 然后的话呢 我们要给在北京的同学发邮件啊 那我们就直接写一封邮件 然后呢从我的这个PC机上 跟我那那边的同学 直接建立一个连接 把我这个邮件发出去 或者是几行字 或者是一个照片 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说采用邮件服务器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啊 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 那是要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什么呢 啊 我们的邮件客户端 我们自己的PCD或者手机 应该说你是不能保证 七成二十四小时时刻在线的 对不对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我们采取我们不依赖于邮件服务器 我们直接采取啊 别人给我们发啊 直接发到我们的计算机上 那这样一种架构的话呢 那当我们没有介入Internet的时候 别人是不是就没办法给我们发邮件了 这是一个可能带来的问题 另外一个可能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给别人发邮件的时候啊 如果说我们不依赖于服务器 那可能我们一遍发布成功 我们需要多次尝试 对吧 需要多次尝试 然后呢 假如对方现在不在线的 我们就必须一直等啊 一直等不停的重视啊 那你的计算机啊 就不能关闭 你也不能离开 我想这将会是一个啊 很影响用户体验的一个啊 一个一个设计 而有了邮件服务器 我们说这个时候啊 一切就变得简单了 对不对 因为邮件服务器可以一直在那开着 然后的话呢 确保任何时候啊 别人都能给你发邮件 你都能收到别人的邮件 然后你的邮件呢 由邮件服务器给你代发啊 他也能够确保准确无误的交付 所以这个呢 我们说是我们要清楚的认识 这样一种架构它的优点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稍微详细的看一下啊 SMTP协议啊 SMTP协议应该说是 以没有应用的核心协议啊 关于它的更多的细节信息 大家可以去参与RFC2821 SMTP协议 或者说以没有应用 他应该采取TCP还是UDP啊 啊 我们想想一下啊 那我们说应该说他要采用TCP 对不对 因为他要确保消息的可靠传输 而TCP是提供了消息的可靠传输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说SMTP协议依赖于TCP协议 它运行在端口25上面 在传输过程当中呢 我们说一般来说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握手阶段啊 两台服务器进行握手 这和我们人打交道啊 和我们人人与人之间打交道 人与人之间利用电话沟通啊都很相似 第二个阶段呢 是握手建立了这个啊 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连接之后 可以进行消息的传输 然后第三个阶段的话 我们说就是这个关闭啊 关闭这个传输过程 那他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 我们说SMTP协议采用的是一种命令响应的模式 那还记得http协议采用的是什么模式吗 我们采用的是请求响应的模式 而这个SMTP我们使用的是命令响应的模式 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SMTP协议所使用的命令和响应 也都是ask码啊 也都是文本直接人可读的啊 人可读的啊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一起来看一下 那在看这个之前 我们要啊声明一件事情 因为email是一个非常之古老的应用啊 所以在他的设计之初的时候 计算机上面并没有多媒体啊 并没有多媒体 只有文本 所以的话 email这个SMTP这个协议 被设计的只能处理啊 也就是email消息里面 只能包含七位的ask码啊 那我要问大家的是 今天我们发email啊也会利用附件是吧 很容易的去传输一首歌 传输一个照片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 有哪些啊有哪些事情 有哪些变化支持了我们这样的 这样的功能啊 这个地方希望大家现在开始思考一下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一个典型的email应用的场景 比如说这个Alice Alice呢第一步利用自己的邮件客户端啊 写了一个消息 第二步呢 他把他自己的这个邮件消息 把自己邮件消息发送给自己的邮件服务器 也就是说发到邮件服务器上的这个发送 邮件发送对列里面去 然后第三步由这个邮件服务器对列啊 第三步到第四步 由这个邮件服务器把对列当中的消息啊 发送到对方啊 对方比如说右边那个Bob 发送到他的这个邮件服务器那去啊 然后进入他的邮箱 这就是第五步 然后第六步的话呢 我们这个Bob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啊 在某一个时刻利用邮件客户端啊 获取从他的邮件服务器上获取消息 所以的话我们说这里边就反映了 我们说email应用是一个典型的一步应用 对不对啊 一步应用啊 它和同步应用是不一样 它是一个一步应用啊 比如说你发送方啊 发送跟这个接收方接收并不需要同时啊 并不需要同时啊 而这个特点的话呢 我们说是很方便的 那在网络应用世界里边啊 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啊 有心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下 好 那我们已经看了啊 已经看了这个email交互的例子 那我们看具体来说 在这背后smtp协议是怎么工作的啊 smtp协议是怎么工作的 那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啊 smtp的命令和响应统统都是用ask码啊 构成的 所以的话呢 现在我们可以啊 直接来阅读这个交互过程 就刚才的场景而言啊 首先我们说当他们建立tcp连接之后 这个s我们这里边代表server 代表server啊 他会发送一个220 然后呢 说我是hamburg.edu 这个域的这个邮件服务器 然后的话我们说这个c啊 c就client 那client是谁啊 client我们说是那个要发邮件过去的啊 要发邮件过去的那个服务器啊 然后会写一个 会说一个hello hello打个招呼啊 我是谁呢 我是greypeace.fr 啊 点fr 啊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server收到这个命令之后啊 然后呢 会回复一个 250啊 然后呢 hello啊 greypeace.fr 啊 please to meet you 啊 很高兴认识你啊 所以大家看是不是很像我们人与人之间见面打招呼啊 对不对 那到这个时候 实际上我们说两个人 旁边就已经建立连接了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接下来啊 这client说 mail from啊 说我这里边有一封邮件啊 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alice i的greypeace.fr 这是我的这个啊 我下面的一个啊 邮箱用户啊 他有一封邮件要发啊 要发 好 然后我们看server如何来反应啊 server回复回复一个250啊 然后呢 alice爱的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说sender ok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啊 我们说 我们看已经反复出现了250了 意味着我们说这是一种正确的确证 对吧 接下来我们看 这客户团会说RCEPRCPT2啊 然后呢 Bob at Hamburg.edu 也就是说我这儿有一封邮件 从Alice那个地方来啊 要发给谁呢 要发给你那儿的Bob这个人啊 发给你那边的Bob那个人 注意我们这个server啊 是Hamburg.edu的这个邮件服务器 然后的话我们看server如何反应 他呢 会确认啊 他会确认这是否是他 他的这个邮箱服务器上 邮件服务器上的一个合法用户啊 我们看在这个场景下 他确认了说OK 啊 仍然是一个250 好 接下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就可以发送数据了 所以这个啊 Client发一个命令是Data 然后呢server给出一个回复啊 三五四 然后呢提示说啊 请啊 请输入或者说请提供你的这个没有消息 然后呢 利用一个点啊 利用一个点来结束他啊 来结束他 要怎么标识这个消息 好 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邮件客户端啊 不是邮件客户端 我们说这个邮件发送服务器啊 这个C 这个C就开始发送消息了 第一行是Do like KChop 然后呢第二行我们说是How about Pecos啊 然后发了这两行 然后带来一个点 这个时候他发送的是邮件消息本身 大家注意是邮件消息本身啊 然后呢server那段呢就负责接收 接收完了之后 他会提示说 我们说这个message 我已经啊顺利接收了啊 顺利接收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就可以退出了 所以这个客户端啊 客户端说这个quit 然后呢 服务器返回说221 然后关闭了这个连接啊 关闭这个连接 哎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交互的过程 和我们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啊 比如发一封信 是不是非常像啊 非常像啊 或者打一个打一个电话啊 打个电话通知一件什么事情啊 是不是非常像啊 所以的话我们说 SMTP协议就是采用这样一种命令响应的模式进行交互的 好那我们大家平时肯定已经使用过很多次email了 但是你也许没有从SMTP协议的角度去体验啊 那我们说能不能或者说怎么样能看到这个呢啊 那这里面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使用Telnet这个软件啊 Telnet这个软件来尝试着和一个SMTP服务器 就是邮件服务器进行交互 所以呢 第一步呢 你需要Telnet某一个server的这个名字 比如说你使用163啊 你使用163邮件服务器 那你被163邮件服务器的那个名字运名敲到这儿 后面带上端口号25 然后当这个服务器返回代码220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你就啊 你表示你已经和他建立连接了 然后的话呢 我们说你可以试着输入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命令啊 这些命令来和SMTP服务器进行交互 比如你可以说hello mail from rcpt2 recept2啊 或者data或者quit等等啊 quit等等啊 所以体会一下 看看你能不能利用这种方法啊 利用这种方法啊 利用这种方法 然后的话呢 去发一封邮件啊 通过你自己的邮件服务器去发一封邮件 好 那么再继续看啊 SMTP协议啊 有哪些特点啊 我们说第一他是使用持久性连接的啊 那关于持久性连接和非持久性连接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第二个他要求消息呢 必须是由七位ask码构成啊 第三个呢 我们说SMTP服务器是使用这个回车换行啊 加一个点加回车换行 我们说来确认消息的结束 接下来我们和http协议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 那http的话 我们说本质上它是一个拉式的 是一个拉式的网络应用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使用这个服务 那好 你来啊 你作为一个邮件服务器啊 你作为一个浏览器 你要到外部所有那个地方把网页拉回本地 对吧 把网页拉回本地 而SMTP则是一种推式的啊 推式的啊 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个协议啊 这样一个协议也就是说是由发送方啊 主动的去跟接收方建立连接 然后呢把消息推送到接收方 然后我们说他他们都使用了一种命令响应的交互模式 或者说请求响应的交互模式 他的这个命令和状态代码呢也都是ask码啊 然后HTTP的话我们说他呢是每个对象都封装在独立的响应的消息当中 而SMTP的话则是多个对象是封装到一个消息里啊 封装到一个消息里啊 所以一个消息可以有多个部分 这个呢我们一会看这个邮件这个消息的格式的时候会看到 好 那我们这呢就已经啊宏观的啊宏观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email应用啊 那给大家一个思考题 我们说email作为互联网上一种非常之古老的应用啊 那他从出现至今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呢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变过程啊 有哪些进展呢啊 我希望大家去检索资料看一下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站在我们今天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你没有应用有哪些缺点和不足啊 你能不能分析一下啊 给出你自己的见解 好这一小节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